帶來關心這起案件 一名男子因為債務糾紛 竟然到了北韓男子 位於台北市中正區的住處 埋伏要逮人 一看到北韓男子出現 就上前理論 甚至還吃辣椒水 以及鐵橋攻擊北韓男子 事後還驚動警方到場勸說 來看一段當時畫面 畫面中可以看到警方到場 男子火氣還是很大 而據了解疑似是 北韓男子六七年前 向他借了十萬元的債務 卻遲遲沒有還 甚至還在外頭講他的壞話 讓他相當不滿 一氣之下就到了北韓男子的住處 上前理論甚至還出手攻擊男子 造成男子全身多處差錯傷 事後也決定要提告傷害 以及恐嚇罪 現在判決結果也出爐 動手的男子遭到判刑拘役70天